当二次元遇上中国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二次元的角色在近年来非常出圈 不管是虚拟主播或者动漫角色 我想你或者都有心中想还原或者制作的角色 本次课程为大家带来一套零基础 也可轻松学习掌握的国风二次元三宣二角色的制作教学 我们的课程会从Blender基础开始教起 通过细致的讲解Blender基础知识 让大家能够快速的进行入门 对Blender基础的视窗操作 常规核心的基础命令 建模命令 修改器 制作流程等在第一阶段都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并且针对初学阶段经常遇到的问题 比如游标的作用 曲线与网格的区别 等等这些问题进行经验化的拓展 在初步掌握了Blender后 我们就正式进入角色的制作了 首先针对我们角色的头部 发型发式 身体等进行模型的制作与创建 在这个阶段 我会分享学习到的各种经验 比如如何把控脸型的制作技巧等等 模型完成之后 对模型进行UV展开与整理 并且着重讲解Blender纹理绘制模块 更是会结合AI绘图辅助给角色绘制唐代的妆容 接下来便是对模型进行绑定 以及解决一些权重修复问题 并且会使用到ND进行唐代汉服的建模制作与模拟 讲解汉服唐服的打板控形 以及各种使用高效的制作技巧 保持修长身段 而又鼓风韵染 最终我们在Blender中进行角色风格化的渲染 在这个阶段 我们将着重讲解着色器编辑器 对于风格化渲染起到的重要作用 制作程序化的头发纹理节点等等 授课过程中 我在每一个重要大步骤的环节都保留了原始工程 确保大家都能够跟上进度 便于大家研究学习 比如其中较少不现的头部等这些步骤工程 你甚至可以直接拿来修改 用于创建其他角色的模板等等 最后祝大家都能够学有所成 那么让我们在课程中见面吧